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就显得年轻 当气血缺失的时候 就会出现手脚冰凉 怕冷和各种不适的情况 那要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的问题呢? 有两个信号 第一 看手 甲床色大 手凉 往往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第二 看眼 眼睛类置颜色蛋白 说明气血可能不足 如果气血充足 内置的颜色应该是红绒的 常见的还有四肢法力 失眠多梦 面色苍白 经常感冒 女性呢 月经尿少 也是气血不足的典型症状 这时候 我们就应该补气血了 对于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 给大家介绍一个呢 使用的小方子 饶躁 气血印 做法很简单 在家就可以制作 饶躁鸡蛋是很多人爱吃的美食 在其中搭配一味补血上品 和一味蒸消药 补气养血的作用就更强了 我们准备 饶躁50克 鸡蛋一个 2加5克 3加5克 首先饿脚打碎 加开水 上去蒸汁氧化 接着呢 另起一锅 加水和山楂煎煮 开锅15分钟后呢 取出山楂 倒入饶躁 小火煮开 再加热打好的鸡蛋液 最后呢 蛋花成熟定型 加热氧化好的二胶 搅匀即可乘出使用 饶躁中含有微量的低度酒精 能够行气血 温氧 鸡蛋呢 平补气阴 二胶是补血圣品 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维生素和矿物质 尤其是铁质 易吸收 特别适用于营养不良 气血两亏的人群 而山楂呢 笑肉食 配合二胶一起食用 脾胃功能不好的病人 也能吸收二胶中的营养物质 同时啊 山楂还能够活血 搭配二胶就有活血 养血的双重功效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女医师点赞分享 并点亮小铃铛 感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分享 感谢观看